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我翻了一下遇老公的照片 有好几张照片都是 不管旁边有几个人 老公的目光都是锁定在她的身上的 小娟注意到这个细节 瞬间安了心 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时 什么都可以瞒过去 但肢体语言和语气 这里生理反应是无法掩盖的 恋爱中 很多女人总不能确定 对方对自己的真实态度 一个人胡思乱想 其实大可不必 想知道对方是不是真的爱上了你 从很多细节就能看出来 细节决定成败 这句话适用于任何的情况 恋爱也不例外 喜欢和爱更是藏不住的 有些男人 并不喜欢经常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 更喜欢去做实实在在的事情 来表达自己的心意 面对这类男人 一定要多给他一点耐心 自己也要去细心观察 说不定你就会发现 原来他的这些举动 每时每刻都在向你表白呢 你只需要用心去看一些细节 就能知道他有多爱你 日常生活中 你所忽略的那些 其实都是他爱你的证明 要学会去发掘它们 1.男人爱你的细节 1.跟你聊天通电话 总是最后一个结尾 跟你打电话的时候 不会在你之前挂的电话 回到你说板让你先挂 不会让你感到不在乎 会主动找你关心你 因为他舍不得让你一个人那么落寞 才会想要时刻跟你在一起 2.不会拿你跟其他女人相提并论 喜欢你的人 你在他心里就是最好的 最美的 没有谁能跟你相比 他也舍不得拿你跟别人比 因为喜欢就是什么都是最好 你永远都是他心里最棒的那一个 根本不需要用比较来挣脱你的好 3.跟你在一起总会关注你 而不是默默玩手机 那真正喜欢你 把你放在心上的人 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目光就是在你身上的 而不是一个人在旁边做其他的事情 不会很敷衍地跟你在一起 会想要给你最好的爱 你的目光就是他的焦点 4.会更懂得花时间陪你去做你想做的事 那么喜欢你的人总觉得爱不够的 会更愿意花时间陪你 会带你去吃你喜欢的饭菜 会带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只要你开心 他就会满足 爱一个人就是把他宠成自己最喜欢的样子 5.不会对你有所隐瞒 会想要跟你交心 真正爱你的人 是愿意把他过去的一切都说给你听 想要让你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 因为对你信任 所以愿意把他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你 没有刻意地去回避 而是真诚相待 这样的男人一定很爱你 2.从细节检验男人爱你的程度 1.为你低头 吵架能检验一个人的人品 更能考验你们的感情 世上没有不吵架的夫妻 两个人在一起久了 难免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琐事 产生分歧和摩擦 但真正的好男人 在和老婆吵架时 都会抱着必输的心态 如果他爱你 他就会懂得照顾你的情绪 即使生气 他也不会成口舌之快伤害你 知道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就算吵得再激烈 他也不会拴门而出 也不会为了所谓的面子 跟你冷战傲气 只要他心里有你 他就会丢盔蟹甲对你妥协 主动哄你开心 为你低头认错 最好的爱情 就是吵架好出门带走垃圾 回家顺便买菜 不管他有多生气 都会记着买你喜欢吃的东西 在爱面前 不用纠结是非对错 也不必争论输赢高低 重要的是包容和忍让 就像泰格尔说的 眼睛被他下着雨 心却被他打着伞 这就是爱情 爱你的人会心疼你 怎么舍得让你受尽委屈 独自伤心难过呢 二 为你花钱 电影《前任三》里 有这样一段台词 怎么证明一个男人爱你 一 为你花钱 二 愿意娶你 金钱满不来爱情 但可以衡量一个人爱不爱你 为你花钱的男人 不一定爱你 但不为你花钱的男人 一定不爱你 花钱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一个男人有一万 会给你花一百 另一个男人有一百 却给你花九十九 你会选哪个 明智的女人都会选择后者 因为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 如果他舍得如此为你花钱 那他一定非常爱你 男人倘若真的是爱一个女人 他会尽自己所能 给你一切 宁可委屈自己 他也会拼命奋斗 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 爱你的男人 不会对你藏着掖着 更不会分你的我的 而是对你毫无保留 让你有足够的安全感 凡尘镇上会加上你的名字 工资卡也会交给你保管 虽然看似都是物质表面的东西 但在这背后藏着更深层的爱 真爱你的人 只会担心给你的不够多 永远不会责备你花太多 因为在他眼中 你比钱重要多了 男人爱不爱你 就看他会不会为你分担家务 真正心疼你的人 舍不得你辛苦 舍不得你操劳 他不会把你当成免费保姆 也不会让你一个人面对反重的家务 而是会为你担其重担 一起面对 或许他曾经很懒散 不会做家务 但是为了你 他愿意改掉恶习 变得勤劳积极 就算你不开口 他也会主动为你分担 对你温柔体贴 主动为你下厨做饭 为你洗衣洗碗 宁可自己辛苦一点 也不忍心看你劳累 因为在他看来 能为自己心爱的人分担 就是一种幸福 嫁给这样的男人 一定是真爱了 四 为你花心思 有人说 男人不会对不关心的女人花心思 倘若一个男人 肯为一个女人花尽心思 证明他是真的很爱你 因为爱 所以在意 因为在意 所以用心 生活需要仪式感 爱情也需要花心思 如果他爱你 就会处处把你放在心上 将恩爱的点滴 贯穿于生活的日常 就像北京遇上西雅图里说的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 他也许不会带我去坐游艇 吃法餐 但是他可以每天早晨 都带我跑几条街 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 一个真正爱你入骨的男人 不光会嘴上对你甜言蜜语 更会用实际行动 表达对你的爱意 他会对你的事情 无比伤心 记得你的喜好 记得你的生日 记得你们的纪念日 在每一个重要的日子 都会为你准备礼物和惊喜 他会默默地为你付出 努力地取悦你 为你变之浪漫 只要你开心 生活的顶地之间 每一件小事 你都能感觉到他对你用心 说到底 好的爱情 都隐在了细节上 男人的心 其实长在嘴上和手上 他会给你实实在在地呵护 让你看得见 摸得着 而不是光用嘴敷衍你 他爱你 就一定会让你感受到 他的深情和珍惜 不管是处于哪一个 情感阶段的女生 在面对自己身边的 这个男人时 都会有这个疑问 他到底爱我有多深 有这样的想法 是很正常的 因为在暧昧期 或者准备恋爱的女生 都是很迫切地 想要搞清楚 他对自己的爱意 而正处于恋爱存在利痕 出现冲突 甚至自己的爱 已经走到魄力程度的女人 更想知道自己爱的 那个男人 是否还爱着自己 要怎么做 才能知道 男人对自己的情感呢 你不必要直接问 因为直接发问 也不一定能获得 你想要的结果 有时你只需要 观察这几个细节 就能清楚地 得到你想要的答案 愿你幸福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 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 现在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 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灵眼希望大家都能怀着 最大的善意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 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进行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